这么大车看不见 背着那俩大牛眼 不好意思啊 行 下次给我注意点 走吧 你好先生 这里不动停车 请停到车会上 你个臭宝啊 我就停在这儿 怎么了 一会儿我要跟你们谷总签个大合同 耽误了 你赔得起吗 麻烦你们挪下车 耽误了两副总 请配合 我说你个臭宝啊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是吧 想让我挪车是吧 把它给我捡起来 哼 哟 你还真天真呀 让你捡 你还真捡呀 好狗不挡道 你懂不懂啊 大叔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谷总 赶快去切合同吧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今天让你受委屈了 好好干 我就喜欢 你这种负责任的态度 哎 对了 你们保安队队长的位置 还空缺着 明天 记得去人事部报道一下 以后这个位置啊 就由你坐了 谷总 我 好了 不用说了 我相信你 谢谢谷总 我说你们谷总 怎么还不来 这合同还欠不欠了 原来您就是谷总呀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好的谷总 没事 坐 谷总 今天我们过来 就是跟您签合同的 好 合同拿来我看一下吧 对了 刚才门口那位保安 是怎么回事 啊 我们刚才呀 着急跟您签合同 楼下那位保安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谷总 您看 如果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今天就签了吧 你们两个立刻马上把这个合同给我捡起来 如果捡不起来 咱们的合作 到此为止 谷总 谷总 你什么意思 耍我们呢 第一 任何职业都值得被尊重 就像你们今天过来找我签合同一样 人家保安 旅行让你们停车的职责 有错吗 第二 你们明知道 今天是来找我签合同的 但是 你们是怎么对待这份合同的 你们一点都不懂的尊重 是什么意思是吧 好 那我今天也不需要尊重你们 这份合同 我不签了 谷总 您就把这份合同签了吧 我俩还值得这份合同翻身呢 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先做人 再做事 你们连最基本的做人都不会 还怎么做事啊 呛你们这样 你们的公司迟早被你们作废 谷总 我们知道错了 你们最好趁我没有反悔之前 赶紧走 不然我得好好打听一下 和你们合同的公司 到底还有谁 给你们董事找办公室 不行 这是公司规定 你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还没送过来 都这么长时间了 智行李 咱们公司的货题已经毁了 保安兄弟不让我走电梯 要不你和他吃过一天吧 货题坏了 你不会走楼梯吗 长腿是干什么用的 可是 可是你们这失误的话 我告诉你 你现在送不上来 以后我们集团的水 你就别想送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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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酸甜苦辣离心过也催过 也曾倔强脆弱 依然执着 相信花开以后 会结果 你还不赶紧去装水 你坐这干嘛呢 子敬礼 我就休息一分钟 我太累了 太累了 你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能干干不能干直说 好好 我先去找 我装 你这活怎么干的 把我衣服弄脏了 你赔得起吗 我 志经理 你好大的官威啊 李总 您听我解释 他不过是差点碰到你 你就这么对他 谁给你的底气 让你这么做的 还有 他为什么是爬楼梯上来的 而不是坐电梯 老板 获提会了 保安兄弟说有规定 不让他有电梯 这是谁规定的 我怎么不知道 李总 我规定的 是谁让你订这条规定的 并且是在没有我的允许下 李总 我想着这都是小事 没有必要跟你汇报 再说了 我也不是想着为公司好 为客户好吗 在我的公司 除了执行问题以外 没有人可以高人等 并且 你已经越界了 老板 要是没我的事 我就先走了 我还得送水 行 那您先去忙吧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是我公司的部队 以后不允许坐电梯 这种规定 会取消的 好 老板 麻烦你给我把水切剪一下 行 多少钱 一会儿我让财务转给您 一共398 不是一桶水10块吗 是 是 是一桶10块 可是自经理之前 你怎么给我剪过 好 我知道了 一会儿我让财务全部转给您 好 谢谢老板 志经理 你不是喜欢解释吗 来 你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敲人家水费 一直不给 我 我 编不出来了吧 志经理 看在你跟我干了亲娘的份上 我再给你最后上一课 尊人者 人衡尊之 辱人者 人衡辱之 你想让别人怎么去对待你 你就得学会 怎么去对待别人 你走吧 李总 你居然因为一个送水工开除我 送水工的工作 确实不如你体面 但是他们 把水送到了枪下万户 解决了无数人的需求问题 他们的工作 是值得被尊重的 可你呢 你居然利用你的知权 去压榨 去欺负这些人 你于心何忍呀 志言呐 你在我手底下这些年 搞那些小动作 搞得还少吗 这么多年过去 你一点找尽都没有 连对人尊重都不懂了 我对你太失望了 李总 我 趁我现在没改变主意之前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困在其中 却找不到指纹 找不到指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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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